因为每一位市民 他们有合理的怀疑就应该举报 而我们市卫调查员 收到举报 都应该尽力表达在 我是廉政公署首席调查主任张耀祖 我加入廉政公署学到的第一件事 就是我们的口号 研磨气节 一丝不苟 现在真相就在我们眼前 是不是因为制度 我们就要假装看不见 制度是用来服从 我想反过你 到底是我乱来 还是你到了太久管理层 被这些所谓的制度 给彻底洗脑了 我当了ICC这么久 突然觉得有些真相 不知道更好 做事 可以谨慎 但是不用何可 偶尔的 也要放松喊口气 如果你不知道真相 就不会一个人 承受那么多痛苦 得出 自然就有什么 聪明的上司 就喜欢你这样的人 卡案的够拼 但是又不要风 毕竟相互 认为正确的事 就要坚持下去 现在不是我不想坚持 是这就不允许 我不会放弃当警察 因为这份工作 带给我很 很多东西 我得直接告诉我 警局里有内容 如果你能力够 自己可以破案 也就是英雄 如果能力不够 反而会够不实施 会显得你自己 更加平庸 也就是那个在警队 一直暴力他们 不让人查隐 在实案的高管 有些话你不可以乱说的 你不是这么想的吗 如果你真做怪的话 你要自信 你能去 卓丁光的私人聚会 你跟他什么关系 心里明白 还叫我师兄 找到个好靠山 聪明 你能去 你能去